墨西哥作为中美洲古代文明的发想地 经历了3000年的独立发展 形成了顶运丰厚的文明体系 近日从奥尔梅克到阿斯特克 墨西哥古代文明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 吸引了众多观众道馆参观 那么古老又神秘的中美洲古代文明 究竟为世人留下了哪些独特的文明遗迹和文明形态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 中美洲古代文明的神秘面纱 走进展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王子豹人石雕 据介绍 这件雕像是克鲁斯·德米拉格罗遗址的一号石雕 发现于奥尔梅克文化腹地 这件巨石雕像结合了美洲豹和人的形象 刻画的是奥尔梅克大型都城外围政教中心的统治者 这种将美洲豹与统治者形象相融合的作品 象征了社会更高阶层中的王子化身成美洲豹的宗教愿望 传递着人们对美洲豹的崇拜与敬畏 作为美洲最古老的文明 奥尔梅克文明认为 美洲豹是丛林之王 是自然界的主宰 是古墨西哥人的守护神 进而产生了美洲豹崇拜 除此之外 奥尔梅克文明还对中美洲玉米种植 房屋建造 天文历法 灵的概念 文字创造 雕刻艺术 球戏仪式等 许多方面有重要贡献 也深深影响了中美洲后来的诸多文明 本次展览主要分为 中美洲的精灵 生命的源泉 玉米的故乡三个部分 透过这些文物 可以让人们看到 奥尔梅克文化 玛雅文化 阿斯特克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类型 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美洲文明 在生命的源泉单元 展览重现了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的古墨西哥人 对雨水的渴望与祈求 展示墨西哥地区的城邦文明 和多元文化 在本单元展出的墨西哥语神 特拉洛克陶像 制作精湛 陶像身穿特征鲜明的神服 头戴由矩形带组成的头饰 脚上配有独特的保护器 神情宁静淡然 据介绍 陶像的形态表现了古代祭祀 正在向语神转化的过程 其所带的圆形眼罩 取行于云朵 代表雨水与丰收 在古代墨西哥 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 产生的不同文化 都创造了独特的玉米神 西瓦克雅特尔 是阿斯特克文化的玉米女神 古墨西哥人认为 玉米让这片土地生机盎然 便自然而然地 产生了对玉米神的崇拜 他们会向玉米之神献祭 送上贡品 认为抛洒鲜血 是养活大地和确保丰收的必要条件 文化交流美美与共 2023年是周末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在中国和墨西哥友好关系 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辽宁省博物馆携手9家墨西哥文化机构 推出本次展览 旨在能够让观众跨越时空 跨越国界 感受墨西哥文明 那么本次展览计划展出至2024年3月3日 感兴趣的话 不妨来到现场 亲自探索古老的墨西哥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